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你是要让跟我们走法律程序吗 不是 不是 咱们现在啊 还到不了走法律上的程序 我只是来告诉您这个表述 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法律表述 还是你常先生的表述 现在很明显 甜蜜不知情 你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多事 你又把这么多借款给你养 他拿什么还 他怎么还啊 我还 断钱的没一分钱 我都还 甜蜜 茶茶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甜蜜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现在有这个偿款能力吗 法律疯了 把房子疯了 车也疯了 银行卡 你也冻结了 你也冻结了 行 那我大致上明白了 甜蜜要不这样 我呢 回去跟这些老邻居说 你不是不能偿还 是暂时呢 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我可以跟他们说 这笔钱会还给他们 但是你需要时间 要不然这样我今天先告辞 我等你把德恩的事情处理好了 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姐 好 长盛 你把手机拿出来 给他们录一段视频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他们 这辈子攒下来的钱 让他们安心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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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甜蜜 刘丹的妻子 先向你们说什么抱歉 德恩给你们欠了这么多钱 没有来得及换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让你们焦虑了这么久 你们放心 德恩欠你们的钱 我一定想办法还上 请你们给我一些时间 对不起 看到没有 给大家注重呢人家 你看 挺好的 没问题吧 别发现了 放心 放心 问题是 她什么时候能还这钱呢 定啊 定啊 这个就是要跟各位叔叔阿姨 咱们建要讨论的问题 人家甜蜜现在呢 是愿意还这笔钱 但是现在啊 她的的确就是没有能力 还这个钱 那不是白说吗 不不不 也不能算是白说啊 至少人家认这笔账 总比不认强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常商 你说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啊 人家这是家里啊 就烙了难了 这老公刚死 这德恩那才刚刚下葬 咱是不是得容人家 把这后事办完了啊 咱也换备思考一下 是吧 咱要么这么着 咱等人家 渡过了这个当口 咱再给人请来 再商量这个事怎么办 咱们别给人家 避得太紧了 好不好 嗯 就是 场上说得有道理啊 哎 哎呀